今天你好吗 我是小容姐姐 小容姐姐今天要来说故事给大家听咯 今天要讲的故事 和鱼有关系 这本书叫做鱼就是鱼 文图 李欧辽尼 翻译王乃玉 上一文化出版 故事要开始了 在树林旁边的池塘里 有一条小鱼 还一只蝌蚪 它们在水草之间游来游去 它们形影不离 一天早上 蝌蚪发现一夜之间 它已经长出两只小小的脚 它得意的说 你看你看 我是一只青蛙 胡说八道 小鱼说 你昨天晚上还跟我一样是一条小鱼 怎么可能变成青蛙 它们吵来吵去 最后蝌蚪说 青蛙就是青蛙 鱼就是鱼 就是这样 接下来几个礼拜 蝌蚪慢慢的长出小小的前脚 而且它的尾巴越来越小 一天 它变成了青蛙 爬出了池塘 爬到青草岸上 小鱼就在水里面 看着青蛙爬上岸 小鱼也在慢慢长大 变成一条完全成熟的大鱼 它常常在想 那个长出自知脚的朋友到哪儿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青蛙都没有回到池塘来看它 有一天 青蛙普通开心地跳进池塘里 捡出水花 把水草弄得东洋西版 哇 是青蛙回来了 鱼儿兴奋地问 你去哪里了 青蛙说 差不多我全世界都去过了 这边跳跳 那边跳跳 而且 我跟你说 我看过世界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哦 嗯 你看过什么东西呢 青蛙神秘兮兮地说 小鸟 我跟你说 小鸟好神奇哦 小鸟有翅膀 两只脚 而且有好多颜色呢 青蛙一边说 它的朋友 玩脑子小 长了羽毛的鱼 赶天飞 嗯 怎么感觉有一点奇怪 还有什么啊 鱼儿不耐烦地问 青蛙接着说 还有牛哦 我跟你说 牛它有四只脚 有牛脚 我会知道 它有本堂中的代表 牛奶耶 小鸟就很难约在什么 啊 鱼 它有上长脚 四只脚 还吃着它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青蛙不断地讲着 跟你说跟你说 还有人 男人 女人 还有小孩 青蛙越讲 越开心 讲到池塘 都变暗了 可是 在小鱼的心中 它想象的画面 却 却有点奇怪 它在想 如果它能跟青蛙朋友一样 跳来跳去 如果它跟青蛙朋友一样 可以看看那个缤纷的世界 那该多好啊 日子一天天过去 青蛙已经离开了池塘 鱼儿每天都在水里面游 它都在想着青蛙说的 会飞的鸟 是草的鸟 还有穿着衣服 它青蛙朋友称之为人的奇怪动物 一天 它终于决定 无论如何 都要亲眼去看看 于是 一 二 三 它用力拍打自己的尾巴 跳出水面 跳到了岸上 它跳到温暖又干燥的草上 那里的空气不够 它几乎不能呼吸 也不能动 救命啊 救命啊 它虚弱地呻吟着 就在这个时候 青蛙正在附近找食物吃 它看见鱼儿赶快推尽全力 把它推回鱼翅里 睡到惊吓的鱼儿 在水里面漂浮了一下 然后它深呼吸 很清凉的水 它又觉得自己好像轻飘飘的 只要稍微摆动一巴 好像又可以成为以前爱情的 就是了 所以前前后后 上下下下摇动领发 阳光从上面照下来 照射在水槽之间 再发出明亮的色彩 亲爱的大家 诺容姐姐 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知识哦 相信在食堂里面 你们都有看过好多好多的蝌蚪 但是 你能够分辨 这些蝌蚪长大 会变成青花 还是蝉蜍吗 这时候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青蛙宝宝的蝌蚪 是浅咖啡色的 蝉蜍宝宝的蝌蚪 是黑色的 所以以后只要在食堂里面 仔细观察蝌蚪的颜色 你就会知道 长大之后 是青蛙还是蝉蜍啦 喜欢听故事的大家 别忘了订阅 点赞 给小人推荐支持哦 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故事见哦